说说健身吧 今天来找这个健身教练的工作 你是从减肥的受益者 转入到了这个行业当中 是吗 所以你有教练证书了 有 我想替曹妍问一个问题 你走上健身教练的这条路 你是希望自己变得更好 更优秀 过上和以前不一样的生活 还是说另外一种 为更多的 曾经和你有同样肥胖遭遇 和困扰的人 帮助他们变成更好的自己 我两点肯定希望都有 都有 哪一个更多一些 哪一个更多 第二者更多一些 为别人 第二者更多 因为你自己亲身体验了 受益者 对 体验了运动改变生活 真的是 因为我感觉就是 如果要是我 去帮助一些大体重的人群去的话 会更好一点 因为心理上是很多 就是肥胖患者的一个重大的难关 我接下来啊 就想问问杨哲 除了健身教练 别的领域的和运动相关的 你考不考虑 我说这话 曹妍可能有点中眉头 因为他有一个竞争对手 你比如说这个篮球领域的 运动方面的 是吧 我会考虑 你会考虑吗 我想不断地学习 提上 不断地学习 期望薪酬我看写的是四千五 这是底薪是吗 还是综合薪酬 综合吧 综合 好 来吧 接下来我们看看 十二位企业家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好 杨哲成功进入道 天生我有才 杨荣还留灯了 一会儿要采访一下杨荣 但是我们先要请我们的张杨哲 为我们带来技能展示 你这技能展示是卧推啊 还是怎么着 不是 是一个小小的 这搏击那样 搏击 搏击操 吓我一跳 他说搏击 我以为你像个大老师搏击 对 他称我说搏击 我吓一跳 我以为要揍我呢 搏击操 是 先把舞台交给我们的张杨哲啊 I grew up in a place Where they told you what to chase Told you how to run the race Every move was on the page But I didn't like their way Had to fight and misbehave Had to find a way to change Had to leave to find my way Caught up in a daydream I beat my mind up there almost daily It's how I pass time No opinions safely It's how I understand what I want Let's play scene Cuz everybody want to tell you bad things What could go wrong What fame brings but Success is a finicky thing And if you ain't sure No it'll never be I don't wanna let myself down Myself down I don't wanna let 请量不好意思 感谢杨哲带来的这段 国际超展示哈